暑假是旅游的旺季 高雄饭店业者强打一文风 结合美农传统手工艺 展出身具客家传统历史文化内涵的油纸伞 让饭店不只是用餐住宿的地方 也是充满艺术氛围的展场 更吸引许多网美到饭店里拍照打卡 饭店大厅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油纸伞 宛如花朵缤纷绽放 再搭配音乐灯光秀华丽演出 视觉与听觉双重享受 让人宛如置身梦幻仙境 高雄这家老字号饭店 为了让旅客认识在地文化 特别与美农知名纸伞店家广进盛合作 客制化春兰夏合秋菊及东梅 近30把油纸伞 富饶常味与国画书法意境别出心裁 其实我们饭店来自各国的旅客 包含有台湾日本韩国欧美 还有港澳的一些旅客 那为了让这些旅客呢 能更加了解我们高雄在地的美农特色 所以我们这次呢 跟美农很知名的一个纸伞民店呢 做一个合作 那请老师呢 帮我们饭店客制化了将近38的油纸伞 那我们装点在饭店一楼的空间 来做一个布置 纯手工的油纸伞做工反复 每到工序都考验师傅的技术及内涵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的油纸伞 从早期遮阳防雨功能 至今也变为艺术欣赏品 除了观看饭店也提供租借拍照 直接游客拿起相机 和油纸伞拍下一张张 原文气息十足的文青美照 我刚好来这边用餐 那觉得这个饭店很棒 就是除了就是来用餐之外 还可以看到一些在地的文化 觉得这个饭店很游戏 觉得还蛮漂亮 蛮特别的 对 在别的饭店看不到这样 对 打卡拍照起来就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直在问说 在哪一间饭店这样子 配合展期饭店也推出一系列活动 只要把在大厅拍下的 紙闪照片上传至脸书 就有机会抽中大奖 家人也有亲子同乐的活动 我们也举办了 就是大家只要在我们饭店呢 拍摄这个游纸伞 都可以PO在我们的脸书 的专门的页面 那都可以参加抽奖 那当然我们饭店也备了一把 就是老实特制的游纸伞 那有兴趣的民众呢 都可以到我们一楼 去租借这把游纸伞 来跟展览做一个合照 饭店业者表示 期待透过一系列 一文展书推广在地文化 让难来北往的旅客 在赶路休息之余 也能感受美农特有的客家文化 让饭店不只是用餐与住宿场所 同时也为高雄增加一触 欣赏艺术的交流品牌 很多新闻 李嘉浪摩绍军 参访报道